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同时也更加认识到肖战自身的商业价值真的超高 最近网络上关于肖战的消息真的有太多太多 虽然大家把专注点放在了他的正式付出归来的七夕直播中 但是凡是和肖战有关的一切 大家也都是非常在意的 无论他哪一次出现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的带货能力和流量热度 顶流这个称呼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经历了这几个月的风波事件 不但没有让肖战的人气流量的下降 反而现在的热度比之前的势头更足了 拥有了更多的路人和粉丝的支持 而且他自身的商业价值再次创造了新的记录 不愧为带货达人这个称号 更有网友戏称 凡是肖战走过的路都是一条财神路 从他的一个生活日常小视频发布之后 他的同款衣服以及他走过的路 他打卡过的咖啡店 全部都成了小飞侠们一一探寻的一种方式 甚至那个咖啡厅还有一个肖战专属 这一级别的流量待遇还真的是第一人 而他的人气同样也体现在了几部戴博剧之上 期待值真的超高 虽然现在他上下的商业代言不是很多 但是无论开小灶还是百味啤酒 或者是玫瑰系列 都创造了极高的商业价值 特别是开小灶 可以说他的营销真的非常棒 而且大家也都对他有着更高的更好的评价 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呢 就是因为肖战在低谷时期 他不仅没有跟其他的品牌商一样的做法 离他而去反而是最在困难的时候 去助了他一臂之力 所谓的雪中送炭最能见真情 锦上添花是多数人能够做到的 但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邋遢一把的这种真情与动容 真的让粉丝心存感恩 这样的企业粉丝们心甘情愿的支持 何况再加上他的营销策略 总之呢大家对于开小灶这个品牌充满了喜爱 这让大家一直不断的在支持着他 而且开小灶自身的口味 以及产品的种类呢 也不断的在创新和更新 为了满足更多的消费者和粉丝们的需求 信上和信下的营销打卡方式 更让粉丝充满了一种期待和惊喜 所以说这一次开小灶 自首也能够被官方的某经济杂志提名表扬 真的是实至名贵 收入突破1.7亿 同比增长15倍 这样子的数据真的是一个奇迹 除了他的商业价值创造了一个极高的奇迹和数据之外 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 肖战如今的商业价值真的非常强 而且在他的身上开发的这种商业潜力 也真的是无限的 这种肖战时代和粉丝经济 在肖战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是一个顶流的魅力 也是肖战的魅力 相信未来肖战和开小灶 共同合作双赢的这种局面 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另外肖战参演的古装剧《狼殿下》 终于有消息了 官宣变更 级数进行了缩减 这一季体现了制作方的精力求精 也意味着对每一集的精打细膜 原来在广电总局下发的 全国电视剧备案通报当中 《狼殿下》便位列其中 官方宣布了该电视剧的最新动态 将缩减级数 从五十一级变更为四十九级 减少两级的量 制作单位依然还是新领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制作方还没有放弃这部剧 而是选择了精益求精 默默做事 众所周知 对于《狼殿下》这部剧 许多观众都是又爱又狠 爱的是 这是一部大制作的古装剧 从服装到具化妆 以及后期特效 全球经典一支作品 目光之城的特效团队 到演员的阵容 比如说王大璐 李沁 辛之磊 和肖战等 再到主题曲演唱阵容 蔡依林 Johnny J 都称得上是豪华之选 自然就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追捧 与之相应的 则是观众们连续三年的 翘首以盼 因为这部剧 从《杀青》之后 就一直都处于代播状态 六粉了一年又一年 我们也等了一年又一年 甚至现在很多人说 这部剧要播了 已经再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了 毕竟狼来了太久 只能够当成耳旁风了 而这也许是许多人 又爱又恨的缘由 但是通过这一次 狼定下的官宣变更 以及急速的缩减 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 制作方的一些诚意 一般而言 缩减急速的原因 基本上只有三个 一是出于播放平台的要求 二是广电要求 三是制作方自主安排 所以在排除了 不可能选项之后 结果也就明晰了 制作方的监业求精 自不必说 若是平台要求 那就更好了 一起期待狼殿下吧 期待急冲 期待肖战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